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大秦,其实也有着最为丑陋的密文,据说,当时的太后竟然与一个假太监保持着长期的不正当关系,这位假太监名叫烙矮,历史上记载,他们曾经连续五天没有离开过马车,那么,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赵姬本身的出身相当寒微,原本是赵国吕不韦豢养的一名武女,当年秦国公子盈一人被送往赵国做人质,竟与十分凄惨,商人出身的吕不韦看重后者,其祸可居,于是开始结交对方,而且以武女赵姬相送。 很快怀孕的赵姬生下了公子盈政,在吕不韦的运作之下,公子盈一人顺利继位,史称秦庄相亡,在整个过程中,吕不韦与赵姬都处于藕断丝连的状态,双方的关系十分微妙,随着盈一人继位,吕不韦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身挂秦国相印的一代权臣。 吕不韦很快意识到了自己与赵姬的暧昧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此时的他开始寻求解决方案,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位替身。 其实,赵姬不仅仅是与吕不韦关系暧昧,甚至还与一些恭维男子有染,因此,吕不韦认为只要找到让赵姬更加心动的男子,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在吕不韦的门客中,一个名叫烙矮的男子脱颖而出,在吕不韦看来,此人无才无德,几乎是一无所长,唯一的长处就是作为男人的本钱十分雄厚,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恐绝或几几,乃思求大因人烙矮以为摄人,实纵畅乐,使矮以其因官同伦而行,令太后闻之以淡太后。 作为史家绝唱的史记中,这句话的尺度可谓是相当之大。 简单翻译而来就是,吕不韦害怕引火烧身,就暗中寻求大因人烙矮作为自己的门客,故意让烙矮当众表演因官同伦而行,用身体部位充当车轮的轴承,如此犀利的操作。 恐怕是今天的人也闻所未闻,烙矮的技能无异于是特异功能,为了让自己的表演不露痕迹。 吕不韦先是在自己的宅底令,烙矮为自己的客人表演自己的看家绝活,往往是男客人大为惊诧,女客则是满脸羞红。 吕不韦的操作很快就达到了预想的目的,烙矮的威名传入太后赵姬的耳中。 让烙矮进宫已经是赵姬心中迫不及待的事情,于是乎吕不韦派人诬告烙矮判处辅刑,通过自己的运作,又让烙矮免于刑罚。 就这样,烙矮具备了进入宫廷侍奉太后的资格,在历史上意图掌握朝廷大权的后宫女子,除了让自己的娘家亲戚担任要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豢养男宠。 让这些男宠,作为自己在权力机构的代言人,相比之下,出身无女的赵姬没有多少政治野心,对于赵姬而言,烙矮更多是起到了陪伴和满足胜利需求的作用。 在秦庄湘王去世时,赵姬才刚刚三十岁,正好是精力旺盛的年龄,烙矮的出现,极大满足了赵姬的各种需求。 而且,烙矮不仅仅是身负绝技,同时,此人非常擅长用花言巧语讨女人的欢心,身居后宫的赵姬,因为烙矮的存在,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赵姬自然是视若珍宝。 据民间野史传闻,烙矮曾经与赵太后在车内连续待了五天五夜,这种说法虽然可行度不高,在史记中司马迁惜字如今,但是却描写十分到位太后思雨通,绝爱之,一个绝爱之,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位烙矮在后宫的受宠程度,那可能就有人想问了,烙矮究竟有什么特别的,能让吕不韦专门找到他呢? 烙矮原本只是街头的一个小混混,长相魁梧,身子挺拔,对权术政治那可谓真是一窍不通,刚好满足了赵姬,现如今,替身已经找到,可怎么把他送给赵姬,又成了难题? 若吕不韦主动送出,肯定会引起赵姬的怀疑,唯一的办法,那只能让赵姬主动索取,于是,吕不韦为了引起赵姬的注意,每天在家中大摆宴席,让烙矮表现他的特异功能,转动车轮,就连史记都有记载,使爱以其因关同轮而行。 表演结束后,现场男宾都被烙矮震惊,女宾则是被羞红了脸,在吕不韦的刻意操作下,酒居深宫的赵姬也听到风声,赵姬为了体验一下和为快乐,于是主动和吕不韦谋划,将烙矮送进宫去,而赵姬在烙矮进宫后。 每天行乐,日上三肝也不起床,但这样美好的日子还没过多久,赵姬发现自己已经俩月没来月事了,她知道自己已有身孕,可她也知道丈夫离世数年,现如今自己怀孕,也是件极其不光彩的事情,于是她假装身体不是需要静养,搬出了王宫。 出了王宫后,赵姬更不知道克制为何物,在将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时,又开始了夜夜生歌,纸醉金迷的美好生活,时间长了,赵姬又为烙矮生下了第二孩子,想必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烙矮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赵姬对她死心搭地。 并连生两子呢,烙矮迷死,赵姬的特点,其实很大,一方面是烙矮闯为之事,能让赵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烙矮被称为大阴人,因为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小妾,在吕不韦想扩大自己势力时,又被送给当时在赵国当质子秦义仁子楚,所以,本就心怀不满的赵姬。 在当时,也没有得到快乐,直到秦公子子楚离世,嬴政一日日的长大吕不韦,怕嬴政发现自己与他母亲的苟且之事,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想赶紧逃离他的身边,所以赵姬的身心更是寂寞难耐。 而当赵姬遇到烙矮,子楚跟吕不韦在烙矮面前简直不知一提,于是在赵姬很快就沉迷到其中,无法自拔。 另一方面是烙矮的三寸不烂之舌,将赵姬哄得不知东南西北,其实在烙矮刚刚进攻时,是以阉人的身份进去的,不知事情真相的赵姬很是不悦。 毕竟自己让烙矮进攻是为了体验快乐,于是便想,烙矮说道,我不需要你了,你赶紧让吕不韦给你接走,谁知烙矮可怜兮兮,情深似海地哄着赵姬,我之所以进攻,都是为了陪伴他后,从未想过回去,再说,我可一在夜深人静时,陪你说话,抚平寂寞啊,听闻此声,赵姬很是感动,觉得烙矮对自己是真的好, 命远舍弃男儿身,也要在后宫之中陪伴自己,当然烙矮并没有静身,只是毫哄骗赵姬的手段罢了,后来赵姬在怀孕期间,烙矮为了让太后生下自己的孩子。 又是一顿花言巧语,太后子刺心肠,不仅温柔漂亮,还是对我最好的人,再加上您不是很怕寂寞吗,孩子生下来了,有我们父子相陪,太后再也不会寂寞了, 就这样赵姬被烙矮哄得,不知东南西北,轻轻松松地让赵姬把孩子生了下来,常言道人心不足舌吞向,烙矮在得到赵姬的宠爱后,便不满足于阉人这个身份了,烙矮在有了太后赵姬的宠爱后,越发的是宠儿教, 他觉得,以自己的能力,不当官封侯,实在是对不起祖宗。 于是他便向赵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时已经被爱情迷了双眼的赵姬,完全顾不得大秦的王法和规矩,直接去找吕不韦为他求个爵位,当时的吕不韦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但碍于自己的把柄在赵姬手中,无奈吕不韦只能去赵嬴政为他谋取爵位, 就当吕不韦将自己的嘴皮磨饱时,嬴政这才答应先来封烙矮为侯,本以为烙矮封侯后就可以安生待着,万万没想到他的远大抱负远不于此,烙矮在得到爵位后,他将自己和赵姬那档子是传得人尽皆知。 导致当时有许多跟吕不韦攀不上关系的人,转而开始巴结烙矮,看着每天进入府邸的奇珍异宝,烙矮逐渐他们的巴结中迷失了自我,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中他敢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甚至还将自己的封地改为烙矮国,并让所有人称自己为国王。 秦始皇嬴政自然也听到赵姬跟烙矮的事情,奈何赵姬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完全没有办法管他,不过好在没有出现什么大乱子,他也不想跟自己的母亲撕破脸,于是在极力隐忍烙矮的所作所为。 但令嬴政绝对想不到的是,烙矮很快就将魔爪伸向了自己,在一次酒宴中,烙矮被人围着喝酒,不知是因为酒精的缘故还是听着周围人的恭维,他试了心智,十分狂妄地说道, 无乃皇上之甲父也,巨人子何敢乃于我亢。此话的字面意思就是,我是秦始皇的继父,你这卑鄙之人怎能与我抗衡,而此话刚一说出口,烙矮顿觉事情不妙。 果不其然,不久后,秦始皇嬴政就收到了消息,嬴政大怒,当即决定严肃处理烙矮,毕竟自己之前看在母亲的面子上,已经放他一马,万万没想到他会如此猖狂,而此时,烙矮深知自己犯了大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起义造反,意图杀掉嬴政,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